今天要吃一个是披萨店 听说它是从哈尔滨过来的一家很火的韩式披萨店 而且在大众点评上是有香港的同胞去点评说这家披萨很好吃 然后它三项的分数都有接近九分这么高 那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呢 我想去看一下咯 跟我走吧 你想买这个 出价多少钱卖给你 厨师小哥想要把我们的公口收买了 四百块钱太便宜 电来这家店整体的感觉是比较工业风的 就是那种硬朗刚强的感觉 是我喜欢的类型 也像我喜欢的男生的类型 包括它细节处 你看它这些刀叉 刀叉这个细节也是一些铁丝捆绑着的 就无处不体现这种硬朗的工业风 这边有一个用砖砌的一个窑 怎么烤啊这个是 比如你烤的什么 就那个窑是吗 嗯 就用什么木来烤 果木啊 用果木烤的味道好一些啊 我们这边有一个一年销售十万份的款牛披萨 比我想象中的要小一点 我想象中的是那种这么大的 店说的是要这样 捲起来吃 但现在有点凉了 牛肉的感觉就像肥牛煮熟了一样 没有太大精细 它芝士是好吃的 但是芝士味道不会太浓 然后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什么呢 它这个披萨呢 那个底是很薄很薄 薄到几乎看不见的 基本上都是芝士 然后整个口感就是很软弱的那种 刚刚这个小哥哥很贴心的帮我加热了 然后这个的话同样奶油味很足 但是不会说很浓郁的那种 可能它这里是做一个相对清淡一点口味的西餐厅的感觉吧 因为在外面吃到的那种西餐的感觉都是非常浓郁 但是在这里比较小清新一点点 那你像女生的话平常不要注重自己的身材 所以我就顺便点了一道沙拉看一下怎么样 没想到这个沙拉是我期待值里面 感觉它好像是分量最大的一份 我问了好几个小哥哥小姐姐 他们好像都不太清楚这边的状况 那我刚刚通过这一个店是可以得知 原来从哈尔滨过来这家韩式披萨店 有一个意大利的披萨冠军 还有一个韩国的大厨 加上一个中国资深大咖 三个人研究出来这个口味 然后开了这家餐厅 原来这家餐厅还是蛮有实力的 餐店完了 那网上的那个评分是 三项都给了接近9分的高度 那我觉得出品和环境是OK接近的了 但是唯独是那个服务 如果下次他们能拿到一个 饱满的精神状态来迎接客人的话 我觉得会更好 OK我是韦韦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